当年啊 我直接就掉进宫里了 刚开始啊 被人差点当成刺客 给杀了 我一直想出去找儿子 可是 被打进了冷宫 想出也出不来 娘 那个亚夫你了解吗 亚夫 他到底什么来头啊 连皇帝都对他言听计从的 原来吧 他只是唐济中的亚夫 好像他有 未卜先知的能力 帮着皇上 办了几件事 未卜先知 那不就跟我们 是一样的吗 就这样他也经常不进宫 我都赌他好几次了 没赌着 看来现在是打听不出 什么亚夫的消息了 你干什么呢 太油对主人不好 油脂太高对主人不好 太咸对主人不好 这不好那不好 喝西北风好 喝西北风的话对我也不好 你 不要吵了 娘 这两年多亏有小爸照顾我 他照顾你啊 照顾得跟我端来的那只大白一样 小鸡很小 它很香 没有啊 娘 你看现在 我 我很厉害的 你可拉倒吧 要是娘啊 早就把你喂得白白胖胖的了 来 吃这个 唐济风 你到底想怎样 搜索唐济风合一的位置 无法找到目标人选的位置信心 难道这两个人 在这一起一撞消失了 唉 陆淼淼 你怎么了 我娘跟小爸出去打水 这都一个时辰了 还没回来 我担心他们 唉 他们两个一个是八卦王 一个是宇宙青道夫 你有什么好担心的 不是 我是怕他们俩打 气死我了 你把门关上 呃 我说 别人这脑子得补 你这个脑子得修 你知道吗 水温不适不能给主人用 嘴还酱呢 是吧 嘿嘿 我刚倒了一盆水 他端起来哗就给我倒掉了 刚了零点八度 不是适合主人的温度 唉 是是是是是 那我又打了一盆水 然后我掺了凉水 你端起来又给我倒掉了 低了零点六度 喵喵啊 这种女人 咱可不能娶来做媳妇儿 这是娶了个奶奶 娘 嘿 其实小八挺好的 她那个 好啊 我为你付出了多少啊 你现在连我的话也不听了 这还没成亲呢 成亲 那是什么 就是让你跟朵眶眶 一直在一起 我要和主人成亲 你 我是朵眶眶太娘 小成亲 你得辛苦我这一关 皇上驾到 艾月 婚礼仪式 朵已经准备妥当 择日便可完婚 有什么需要的 朵命人立刻去办 完婚 那是什么 完婚 就是成亲的意思 成亲 我不要跟你成亲 我要跟主人成亲 你大胆 他怎么来了 先生 你怎么在这儿 小小南兆 真当我大唐好欺负吗 若想灭你们南兆 简直易如反掌 先生 好像没那么严重吧 欺辱皇上 便是欺辱大唐 皇上 请教此事交于微臣相查 臣定会 让艾月公主 与您如期晚问 那就有劳先生了 辛苦了先生 辛苦了 说吧 你到底要怎么样 你们好好在这里待着 待我调查清楚 再来处置你们 来 你 站住 你到底是谁 我是何人 与你有什么关系 那你为什么一直百番为难我们 我只说一句 若是想所有人都活命的话 就听我的 好好在这儿待着 好 阿布 怎么样了 暂时没事 不能保证以后都没事 什么意思 就是我们一直待在这儿 他们就找不到破绽 这事就能一直拖下去 直到断飞 把真正的安月公主找回来 现在也只能这样了 你有没有觉得这个主意好像似曾相识啊 唐清风用过 对啊 当时隋阳帝要李淑哲进宫的时候 唐清风就是给了我一封信 让我交给李淑哲 他就说了 用拖字卷 是这样的 娘 看看方不方便给皇上帝一句话 你就说安月公主已经答应成亲了 但成亲的时间得由她自己决定 雅夫到底是不是唐清风 先生 此人行走诡异 无妨 好 把她交给我 你们先下去吧 是 你忘记我说的话了吗 唐清风你说什么呢我不记得 我不认识你 唐清风你不认识我的话 为什么会救我 玉花园乃休养生息的地方 最忌讳 冰龙相见 况且损坏了玉花园 您有几个脑袋 好多脑袋呢 虎脚蛮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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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给南洋公主送过花还买过花 什么南洋 我不认识 我也要花 给了你花 你就会走啊 对吧 好 花 钱 什么钱 此花乃花匠送中 你用了人家的花 不我应该给人家钱吗 我只有这个 你爱要不要 唐清风 真没想到 竟然有人干活 会干得这么开心的 这干干净净的 看着多舒服啊 心情也好啊 那下人收拾不是一样吗 这怎么能一样啊 自己收拾多有成就感 也不知道亚父最近在干什么 这个亚父 究竟是何人啊 是个极其苛刻的老魔头 家教慎眼 这几日 府里收拾得这么干净 我原本想 让他夸奖我一番 顺便放我两天假 带你出去逛逛呢 没想到 他这几天 在宫里没回家 不知道在干什么 少爷 少爷 宫里传来了消息 皇上召您进宫 说是商量赐婚之事 什么 赐婚 我这就找他说去 这么大的房子 集中 集中 说我们是不是兄弟 大哥 你不要这样 大哥 你知道我们从小一起长大 虽然在大家面前我们是君臣 但是在我的心中 我一直把你当成大哥 那就收回君臣 我不想赐婚 不好吧 这个事情 大家已经决定好了 朕 身为皇帝 若是此时 无辜反悔 恐怕日后 难以服众 难以服众 我就活该受罪啊 可是这是亚夫自己提的 是兄弟替我反抗他呀 是 有点为难啊 那我也不管 我就是不要被刺婚 同意不同意啊 亚夫说的 君无戏言 君无戏言 口口声声说我是兄弟 一到正式就这样 是呀 既然如此 只有采取非常规手段了 同意不同意 同意不同意 我是皇帝 张阿忠去哪儿了 这儿怎么这么大呀 好害怕 好害怕 唐清风 你竟然敢多我的转 阿波阿波 听说了没有 干嘛 唐几中因为顶撞皇上被抓了 这可是杀头的大罪呀 唐小鬼这么大胆吗 说是让亚夫逼的 又是他 他干什么了 说是逼着他娶自己不喜欢的女人 唐几中就去找皇上理论去了 两个人正理论着呢 亚夫来了 亚夫来了 亚机砸晕了 亚夫要对唐几中下手 这么凶 应该不是唐清风吧 那唐几中被杀了 历史线不是不能被改变了吗 哼 要改历史线 不得先过我这关 你有什么好办法 你只能重败我 说出你的好计划 抓住亚夫 去皇上那把唐几中给换回 阿布 阿布 不行啊阿布 这是哪儿啊 我不是要去和清吗 阿忠 阿忠 陛下要杀阿忠 你为何要替季忠求情 陛下 阿布表面上是我的侍女 但我们两人感情深厚 早已结拜姐妹 望陛下能看在我南昭国公主的份上 想让阿布一命 日后我一定严加管教 那又是谁啊 回禀陛下 我是南昭国公主 安月 安月公主 我抱抱 嗯 真的那个 是 那他们是谁呢 回禀陛下 他们是我的马夫和婢女 好啊 原来你们一直冒充南昭国公主 齐君往上 来人 给我把他们拖出去砍了 皇上且慢 我们在路上遇到了劫匪 我因为撞击而失去了记忆 我的手下为了不耽误和亲大事 才出此下策 还请皇上开恩呢 今日 我听说唐将军冒犯了皇上 我知这是大罪 但还请皇上看在安月的面上 放开一条生路 当日 若非得唐将军收留 今日安月 也不知道身处何处 还请皇上开恩 安月放心 鸭父只是说 把记忠关几日禁闭 教训教训 就会放人 没有看透这件事啊 娘 你这八卦哪儿听来的 差得也太远了点吧 不是我哪儿知道 哪个王八蛋传了假消息 早知道咱不来了 皇上 臣以为他们这群人 假冒公主一事 您也有责任 我 我有什么责任 若是皇上 常以德服人 这天下 怎会有恐慌 而他们 又怎能做出欺君之事 是 先生教训得对啊 看来朕还是要 人怀天下 此事就这样吧 朕再不会追究他们的责任 让他立刻回宫吧 臣 遵旨 还有 请先生 把记忠带回去吧 把他关在宫里 我心里也慌慌的 臣 定会严加看管 公主 朕且问你 你是否想取消和谦 走吧 走 虽然你是南昭国安月公主 但你放心 若你想跟我走 我也愿意为你做任何事情 集中 真的很开心能够认识你 你是我在这里的第一个朋友 可是我们之间并非爱情 我会留在皇上的身边 你为何做出此种选择 难道你还不明白吗 我们每个人 都有每个人的责任 刚才皇上会放了大家 是因为他让自己背负了 以得福人的责任 所以 没错 我也要让自己 学着背负 让两国和平的责任 寂静 我明白了 很ent哦 啊 好 他们怎么来这里了 阿布姑娘说 他们是少爷的好朋友 现在少爷失恋了 他们义不容辞的 要来安慰一下少爷 慢点吃 谢谢啊 你真是个好人 你真是个好人 唐清风 我这样你疯不疯 怎么样 装不下去了吧 唐清风 我这样你疯不疯 你疯不疯 快步 唐清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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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布,我終於找到你了 這位是 他是一個跟你長得很像的,完全不一樣的人 確實很像 而且他也叫國英,連名字都像 不過只能是個高法 觀觀居舊,在河之中 窈窕淑女,君子好求 這句好難懂啊 我想去問問阿布大人 阿布 這位是 唐小鬼 在下唐清風 原來你就是唐清風啊 果然和亞父長得一模一樣 難怪阿布要占我便宜 讓我喊對亞母 唐清風,你怎麼了 沒事,近日便宜尋你 身體有些勞累罷了 那還是快點回去休息吧 走 阿布 我想四處逛逛 順路 買些食材 晚上 給你做紅燒肉吃 你確定你沒事兒 你確定你沒事兒 走 我懂了 觀觀觀居舊 在河之中 悄悄疏 唐清風 唐清風,你落在這邊多久了 數月有餘 那日爆炸之後 我落在了西域 我知道在唐府定能找到你 這不便快馬加編得來了 那你來的路上 沒有遇到什麼危險吧 無論發生什麼事 都無法阻止 我回來找你 對了,那天跟你搭戰的人 到底是誰啊 他 他和我一樣 和你一樣 因為他說過 不管誰要傷害你 他都會拼死保護你 我才不用他保護呢 能保護我的人只有你一個 唐清風 你 好,可以理解 你畢竟在西域搭那麼久 沒關係沒關係 來 你這段時間都試一試就好了 我也要花 花 花 錢 我只有這個 我希望你能告訴我 如何能使用宇宙之眼的力量 辦法 是有一個 不過很難 無論多難 我都要做 要想激發你體內的宇宙之眼 必須要找到 與之消毒的能量進行衝擊 而這種衝擊 帶來的傷害 會超過一般人的極限 如果阿布知道了 他會讓你去做我 我可以暫時隱藏身份 待激活我體內的宇宙之眼 再與阿布相認即可 既然你一決 我便不會走 不過阿布若有危險 我還是會來救他 我不會讓阿布有危險 你聽說了嗎 最近宮裡可不太平 怎麼了 後殿的二鴨跟我說的 說是三更半夜在宮裡 總是出現鬼火 還說啊 示威們去找 卻連半個人影都沒找到 真的是他 是誰啊 聽傳言 這個來自南兆國的安月公主 其實是妖媚的化身 對對對 沒錯 這個南兆國 總有一些外媒邪道的東西 剛來是跳的那支舞啊 就算是鬼魅一樣 十分詭異 這個安月公主一定有問題 唉 說不定了 我裡有聲音 進去看看 奇怪 他明明告訴我宇宙之眼的原始 被安月帶走了 為什麼他房間裡沒有 亞夫說了 諸位是少爺的好朋友 一定要好好招待 他人呢 哦 亞夫有事出去了 那唐紀中唐小鬼呢 少爺 少爺 少爺在書房用功 發奮圖牆呢 酒席啊 他就不來參加了 好 諸位慢用 奮發圖牆 失戀也可以讓人進步啊 好 許久不做 有些生暑了 你快嘗嘗 是不是原來的味道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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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